然後呢,FOR追哪一欄到哪一欄 然後呢,你把這些資料合併的話就是 這個是一個自串的變數 那它自己串接裡面的儲存格 所以它會從,I的話從E1嘛 就是AE1的話就是第一個儲存格 再來第二個儲存,第三第四 它會跑出一個,跑完之後的話全部串接在一起 串接在一起之後的話呢,要放在哪一個地方 你可以指定一個位置給它 它就會幫你把最後的這個自串的結果 把它塞到這個range 就是我們哪一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那F1的儲存格 最後的結果就會放進去 所以你上一次最後我們做的這一個 如果說你要慢慢讓它去 就是寫完程式之後的話 你就比如說放在F1對不對 你就直接這個地方可以把它刪掉 那我們的習慣是這樣 慢慢各位要習慣就是說 這個在設計的話 這個畫面儘量就是說把它縮小視窗 為什麼要縮小視窗 因為你可以慢慢的去看到它的結果 或者說你執行 這個是執行,執行的方式有兩種嘛 一個是逐航去執行,逐航就F8 第二這個是什麼,直接執行 就是直接按這個執行 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就直接把結果秀出來 但是你沒有辦法看到細節 所以你要看到細節的話 建議是怎麼樣 你可以按F8慢慢去執行 你就可以慢慢感受 比如按F8之後的話 它會先從第一行 然後呢 再跑 這個第一個回圈 第二個回圈 那會先跑裡面的回圈 所以你可以 那怎麼樣去觀察變數 你可以有不要放上去 有沒有 你在F8的模式下有沒有 你游標放在某一個變數上 它就會告訴你現在這個變數裡面的值是多少 那現在因為這一行還沒被執行 所以在S裡面這個變數裡面是空的嘛 然後在Sales裡面什麼呢 照前順利 如果你再按F8的話 它就執行到下一行 那執行到下一行之後呢 這一行已經 這個已經怎麼樣了 把這個跟這個相串接 所以S裡面就會放什麼 剛剛裡面的值嘛 那NAS就跑回去 跑回去之後的話呢 這個Sales現在是I等於2嘛 所以2的話是第二藍 也就是說它會跑到什麼 這個儲存格 周無震王對不對 現在是周無震王 周無震王裡面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它串接 那串接的話 它就把剛剛的那個資料再串接 所以全部串接之後的話呢 那就會有一個最後的結果出來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全部跑完之後 那這個結果就過來了 OK 那過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最後的結果怎麼樣呢 把它放到這邊來 放到這邊來 不過這個地方呢 還有所謂的空白 你還可以在程式裡面 VBA程式裡面呢 再把它處理空白的部分 空白的部分 所以空白的部分方法很多了 各位也可以再想想看有什麼方法 那最後在這個程式裡面呢 我們處理完畢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直接放過來 那再處理 那等一下的話 講一下就說 這個處理的方法有很多種 比如說呢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用程式VBA來寫 那如果你不想用VBA來寫呢 用內建的函數有沒有辦法 其實內建的函數就已經可以做到 所以內建的函數就是說 我們今天可以用哪一個呢 可以用超過函數裡面呢 有一個函數叫做MID 在文字函數裡面就有了 這個函數用的還蠻多的 MID 你打一個M 直接打一個M MID按確定 那在按確定之前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MID函數呢 它需要幾個參數呢 1 2 3 其實大概看一下 有的時候大概就知道說怎麼做 有三個函數 然後呢 我們要